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 大家好 Kabin有聽見我的聲音嗎 有 有 有一下 啊喲 一八六晚上那麼多人在線上 等一下 欸大家好 我們今天有一些 內容跟大家聊 有興趣的可以聽 今天比較像是這個播報新聞的感覺 播報AI新聞 就聊聊最新的一些消息 對 Kabin那邊你們感覺很像在這個 泡山溫暖的感覺 沒有 就 就旅館 喔旅館 好 好 那來吧 今天我們要聊什麼 就呃 第一個就是最近 GOOGLE ME跟RUN都推出了自己的AI的會議紀錄的功能 然後之前其實在他們推出之前其實有很多的一些新創公司 就是有這樣子的服務 有蠻多人用過的 就是大家可能在參加一些會議的時候看到有一些自動加入會議的那種機器的 對 然後現在變成是說這些原本的這些服務 然後他們自己就推出來一些比較原生的這樣子的AI功能 所以想跟阿楓聊看就是覺得像這樣子就是大廠商自己跳出來做 就對於這些新創會不會有什麼 欸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有聲音 對對對就是對於這些新創會有什麼影響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之前聽那個微軟台灣總經理就有提到嘛 就是他就有提到年底他們就推出了 他們說效果很好 但我自己用過很多個 就是因為目前中文的聲音這件事情 AI要去辨別跟辨識跟做會紀錄好像還是比較困難一些些 我上禮拜五去一個升級公司我們就做工作坊 然後有一個同仁就是有用到就是一家的AI 就真的可以用聲音的逐字搞出來 但好像還是會delay給5到6秒鐘時間的樣子 就是直接做反應然後直接跑出來 對啊就是但微軟我是老的時候我就不怎麼期待 因為微軟如果大家大家有能夠有在follow微軟的功能就知道 微軟可能影片拍比較好看啊 對但實際上可能沒有講 但Google跟順我是覺得如果推出來 我自己覺得蠻期待 因為他們畢竟本來就市場上有率啊 所以他們要去做比較快 但就是變成 其實我覺得現在AI的創業團隊 如果他單純只有AI技術的話 我覺得不見那麼容易 因為像Google Meet跟順他們 如果還擁有這些每次會議的這個 像我們現在也是用Google Meet在錄我們的語音 就是他有這些data 那他去優化他的AI就會很輕 然後至於這些 AI公司或工具 就比較小他們 要怎麼脫穎而出 我是覺得比較 在AI這個項目比較難啊 所以他們做一些其他的延伸 我就覺得可能還會有一些機會 但順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Google Meet也算是Google延伸過去 但順本身就是一個會議公司 就是現場會議來的公司 所以要怎麼打得嚴重 我覺得是比較具有挑戰性的 對啊 就真的是比較難 就像講一樣 訓練的數據真的就是 或是他們現有的一些資源 其實就真的是差 差蠻多的 對啊 特別前面兩年大家都給他們很多資料訓練 前兩年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 全世界都要提供資料給他們訓練 只要他們要不要用而已 那之前你有用過一些 你會覺得說 如果先不提說可能 中文的辨識能力這一塊 那可能在功能上 你會覺得他有什麼功能 是覺得有幫助的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 就是以Google來講 我覺得很多功能 我覺得很多功能大家都很期待 你不用做會議紀錄 大家期待到爆炸吧 會議結束之後 直接有會議紀錄 每一個人帶半身要跑出來 應該大家都會想要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目前的錄音的AI 像Whisper這種AI 最大的問題還在於 就像我們今天開完會 我們今天 聊完之後我們 直接把東西丟給Whisper AI 他只能說出逐自搞 但他不能去分辨哪一個是誰用 中文的 英文的 我知道有一些AI軟體 已經可以去做區分 例如這個是Kevin 這個是我 這個是Win 下個是誰 他可以分辨 但中文目前 就我自己用過的 我覺得好像比較少那麼厲害的 對吧 但聽說 聽說 微軟的可以那麼厲害 聽說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 比如說Google自己原聲的話 他其實不用聽出誰聲音 因為他可以知道哪一個帳號 正在用麥克風 講話 那他就只要把那個帳號的名稱 跟他講號的這段時間 他把它記錄下來 就是因為他是原聲的 就是他相較於其他就是 其他是派機器人進來 可能錄 所以他要很清楚的去分辨 誰講話的聲音 是誰 就是哪一個人講話的聲音 然後但是如果是原聲的話 他就直接可能 我在查 可能可以抓你的帳號 然後 你現在是開麥克風 正在講話的這個人 那他就知道幾分幾秒 你正在這個帳號 你在講話 他可能就把你的帳號 記錄下來 問題就出現如果一個會議 一個帳號如果 像公司在使用一個帳號 可能五個人在講話 三個人在講話 那就還是會有問題 但最好還是用聲音 去做辨別跟辨識 會比較穩當一點 但我想表達的事情是說 如果有這樣的功能 大家應該都很開心 例如假如今天 我跟Kevin開會 就是我想要整理 Kevin今天的會議重點 但以前不想 我先丟進去 就我跟你的會議的講的話 全部都會錄在裡面 組織稿出來之後 就是 講出來就是 會污染那個data 對 像我現在 我現在跟Q開會也是 Q開完會 Q講的東西 才是我要丟給AI 讓他幫我整理 但我都要先調 同事先把 我講的話先刪掉 對 但如果這個就很方便 但我覺得會記錄 應該大家最愛 文軟的功能 聽出來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蠻屌的 如果看出來我就超屌 就是假如像今天不是大家 有很多人上線 如果今天比較晚上線的人 那個AI會先跟你講說 前面20分鐘開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給我出來 我覺得超屌 超級屌 對 但我不知道 GOOGLE GOOGLE我也有看到說 他甚至是可以用機器人幫你去開會 但我不確定他會智能到什麼程度 就是他的開會是可能 甚至還幫你去回答 就是你設定好他還可以回答的東西 但他們有設定一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來開會的都是機器人 那這場會議就開不成 就是全部都是AI的話 這場會議都開不成 就是還是要用 也不定 就是要看這機器人的聰明程度到什麼地方 像布丁哥 就是那個 Gero Ready for AI的策展人 他們 他就在做這個題目 就是代理人 但他代理人不是單純的是機器人 他是會去了解 就例如他們之前就在玩的東西 是假設我跟Kamen兩個人 就是我 他就有點像 他不只是代理人 他是一個人秘書 他已經瞭解我的喜好 他有我的schedule 他可以直接去我的工作 calendar裡面抓資料 然後例如我就跟我的秘書說 跟Kamen約時間 然後他就跟你的代理人兩個人 就自己約時間 他要問你 就是幾天幾 幾號幾天幾分OK 然後越來越好 他要約什麼餐廳這樣子 但我覺得應該沒那麼容易 對 我覺得 這個是風聲大雨點小 不過大家已經可以 如果你有用Google的workspace 你可以到你的語氣裡面 轉換成英文 現在Google Drive 應該都是Google document Google spreadsheet 就是Google Excel 跟Google Meet這些 都已經有一些AI功能在裡面 然後Google Meet也有 但很爛 他就是AI幫你生你的背景 很爛 沒什麼可以用 但Google Suite 然後Google document 都有 他已經有 就是把把AI的概念 應該丟進來 可以讓你生成 你的文件內容這樣子 但目前都解決英文 對 就是我們中文的話 真的就是都要在 慢一段時間 所以有小孩的 所以學英文 比起這麼重要 對 可是就是可能工作環境也是 就是 畢竟就是你會英文 可是其他同事可能 比如說我們還在台灣的公司 那好像也沒辦法 很快速去體驗到這個 東西的好處 對 我因為很爛 但我會體驗 我會怎麼轉換 我已經轉換了 兩個禮拜 用全英文的Google工作這樣 用一用就習慣了 用一用就習慣了 看不懂 看不懂 就在全英文翻譯 很快速 對 好 那 接下來下一個其實也是跟前面蠻像的 但是 我們前面提到的是會議的工具 就通訊工具 然後另外一個是也是通訊工具 但是比較是文字 就是像Stake 他就推出了頻道的內容的搜尋跟總結的 就是AI的功能 因為可能尤其是Stake這種是工作型的 討論通訊工具 那可能大家會想要去查說 可能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紀錄或資料 但是過去可能變成是說 有時候要查某個段資料 可能你沒有打關鍵字打得很精準 就是你沒辦法查到 或者是說可能你用訊息去討論東西之後 討論了很多內容 然後希望有一個總結 那這個時候其實現在就會有AI可能 他就幫你 你就請他回頭去記錄你剛討論的東西 然後就可能列出你們要做的 哪些可能是代辦的行動事項 然後可能重要的時間 他可能可以抓出來 他知道哪些東西是重點 對然後這個其實之前也是 有一些工具可以去輔助的 對我覺得也是跟上面一樣 就是變成是說 而且我覺得其實最大問題就是 其實剛講到不管是會議紀錄功能 或像這個功能的話 其實也都是另外可能 那些新創工具都還要另外付費 但是現在可能他包在 比如說Google的付費的內容裡面 或者是Stake的內容裡面 那其實你可能多付的錢反而比較少 或者是你就只要包在一套裡面 你會覺得 可是微軟不是說 微軟說也要不要再付錢 我覺得 就是變成是說 可是你可能就是加價吧 我覺得Google是在 Google是另外在 就是每個 就是你要開通一個 就是AI的功能 我記得也是跟 微軟對標吧 一個好像30美金吧 一個人 就是如果你是公司帳號裡面的一個人 對但是就是 他是一開啟之後 你的這個 你這個公司這個人 你可能就可以用AI的功能 對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一樣是要再多付錢 所以我覺得用價格來看 但是用價格來看 小公司做AI 我覺得不見得話上等好 對 只是我覺得小公司最大的挑戰還在於 因為大部分大家的AI 都不是自己的 對啊 就是大家語言模型 可能都是用別人的 Meta的 對 你用OpenAI的 所以還在於你除了AI以外 Data吧 我覺得Data才是重點 小公司怎麼快速的有Data 或是讓客戶突出他的Data 到你手上 讓你可以去訓練你的原模型 讓他可以更強 我覺得這應該才是重點 不過就回到Slack這個 我比較期待的是 他的Line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Line的搜尋也很爛 還有Google轉的搜尋也很爛 如果有這種搜尋 Slack我是沒有在用 但我是覺得Line的搜尋也是天才 明明就知道有 他就說不到 真想殺他 對啊 所以就 Line Line之前有人 有看有人做過 可是跟AI好像比較沒關係 但是他就是 會幫助你把可能你們的 就是你們有討論到一些 可能會議時間或什麼 他就把它好像串到 那個Caland 然後 就是 去把他時間給預約起來 就是減少你還要就是在花時間 就是重複這件事情 OK 這樣LINE的話他做法應該都會串API 把資料從LINE抓出來 然後再用OpenAI然後去做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什麼今天的紀錄統整 或是抓出什麼關鍵字這樣子 他就能夠接機器人來做這件事 能夠理解 但雖然是自己做 感覺就我覺得就會蠻方便跟蠻好 不過台灣人 你看用Stake的人數還是比較少 嗯就看公司啦 就是我 我目前就是我們公司也是用Stake 所以我還就是用 就是用算用比較多的 但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也用像是微軟的team 如果是大型企業應該就是微軟的team 比較弱 對 聽說也蠻好用的 嗯 我聽的時候我只要一種情話才會用 其實跟政府當然會跟企業演講說才會用 然後用完之後發現 太正容量就把餐貼到 對啊 就是 因為之前也有人在討論 因為像這種就是小型的 就是或者是比較短時間的 合作或什麼的 就是好像 之前也算也有人就是不想要用Line 然後就想說有沒有其他選擇 好像找不太到就是臨時的啊 就是可能時間不長的 或比較小的專案好像就很難 就是有比較好的選擇 對 然後再來是cloud 就是他推出了付費版 對 就是價格也是對標那個chatchpt 不知道就是我們的聽眾還有那個線上的朋友 有多少人使用cloud 實際上我老實說我蠻喜歡cloud 因為他可以吃很多字 在沒有去GD4不能用那個co-interpreter以前 我最愛用的就是cloud 因為他能夠吃的字非常非常多 對 所以然後Kevin有跟我提到那個cloud可以付費 但我現在想付錢但不讓我付啊 我不知道有人付錢了沒啊 我想付他付不了啊 他那個他我覺得應該是鎖那個吧 我記得他要鎖那個 應該是鎖IP IP位置 對 因為我朋友他們要註冊 就是我上課的學生要註冊 他們用VPN都沒辦法註冊 對 所以就要美國的電話號碼 所以如果有的話可以跟我講 我超想要試看看 就是我到底在想說他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對 他比100K還大還更強 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蠻不錯的 蠻期待的 然後你剛剛說的那個就是interbreed 那個去去拼那個改名 他把他改那個就是改資料分析 就是 改名嗎 對數據資料分析 呃也是英文啊也是英文 就是 對但他就是改了一個名字 對但功能什麼的都還是一樣 對 我覺得可能更 更直覺吧 但是 但是可以感覺得出來就是他這個工具就是 真的 他想很強 對 就是我在猜他是想要讓這個東西變成是 可能 從名稱就很直接看到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他厲害的地方就是跟數據分析 相關的 對 對 所以跟之前可能體驗到的差不多 就是你可能要讓他處理一些圖片啊或什麼的 可能 他有很多功能可能沒那麼強 對 但是可能數據分析整理 做圖表 然後就是都 都還蠻OK的 喔 馬上來考驗他 我上傳一個MP4檔案 看他到底多厲害 我最近是 我最近是有玩一個就是他可以去偵測 人臉 就是 你就告訴他 你就告訴他說畫面中有幾個人 但是他還是會有機會 比如說那個人可能做比較後面 或者是臉的角度沒有那麼正還是會失敗 但是他可以把他圈出來 然後圈出來的時候甚至可以說 他會圈出來 他會圈出來 他會把那個臉 他就是像一個框框把他圈出來 然後 我還可以跟他指定說 那你幫我把那個臉就是 可能周邊再延伸多少的就是 pistole 然後把他截圖截下來 然後每個人你都可以單純下來 你現在應該很多人在玩 就是 就是有在想說 像這個功能有沒有可能 就是 那在處理什麼 雖然可能實用性 對 像剛剛講那個很就是 把大頭貼 就是快速 裁出來之類的 目前沒有想 沒有馬上想到 但我覺得他畫出幾個人 還蠻變態的 他畫圖 可是畫圖就是 我自己在用上 遇到幾個狀況 就是比如說我請他 畫圓餅圖好了 然後 就是我的資料給的是中文的話 他 他的圖片顯示上面就是那種 就是框框 沒辦法顯示 對 但是我請他 用用圖片 就 他基本就會正常 對 就是自己需要先 其實給他打那 就自己需要 對 要安裝 對對對 就是像我之前做過 我之前有用這個 嘗試做海報 然後 就是給他字體 然後 然後請他把文字 用多少大小 排版在什麼位置 是 然後加英文 這種是有成功的 對 然後文字用什麼顏色 對 所以就是你沒有安裝字體的話 可能他就 他就會死板 真的畫出人臉 好可憐 對 對 都蠻有趣的 然後 然後後面 剛剛我們剛才有砍到那個 就是 有人用 TrackGPT提高 談判技巧 就是 我們覺得我們對Cloud很過分 我們這樣本來是討論Cloud 我們本來是討論Cloud 然後事實上我們都沒有在討論他 我們都是討論TrackGPT 好吧 後來就 欸 Cloud 可不可以做這件事 試試看看 可是Cloud好像 我不 我不確定 因為他們會 TrackGPT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 也是因為他有安裝 就是 一些功能 安裝那些套件 對對對 他會先 他會說他有某個套件 所以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沒辦法做到 他會跟你說他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對 所以他要是能夠安裝更多套件的話 其實 就是這些 這些東西都可以做得到 然後 連圖片都不能上傳 直接放棄 對 對啊 好 好啦 去PT 對啊 就有人用他提高一些談判的就是技巧 那 他的方式就是說 可能他的角色可能比如說 我是 員工或者是我是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對方可能你是業務合作夥伴 然後我們正在談判一項交易 然後我可能會表明我立場提出報價 然後你會還價然後讓顧回應 就是然後理性談判 那 然後透過這方式可能就是模擬 談判的過程 然後其實我之前有 嘗試過一個就是客服 就是我可能我請他假設說 他是某一個就是客服給他一些條件 然後他的需求跟他的背景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就給他一個角色設定 然後我然後我扮演那個客服人員 然後我就跟他溝通 然後我實際設施我會覺得 嗯 就設定好的話其實 他其實比想像中的靈活 就是他不會真的很死板 他真的可能會提出一些問題 然後 甚至就是你不會很輕易的就 比如說我那時候設定的就是說 我是診所的 一個牙醫診所的 就是 可能診所助理 然後我希望讓這病患可以來預約 說服他預約 然後 可是 我說服的過程中 他其實一直就是提出各種問題 就是他沒有馬上就是 預約 然後我覺得這東西其實 對於一些人 比較沒有克服經驗的人 我覺得反而是有幫助 因為我剛才工作的時候 可能沒有太多跟客戶溝通經驗 一開始就把我丟給客戶 我可能就會很緊張 不知道他可能會丟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 類似像A安 你其實至少心裡面不會怕說 就是因為他不會 他不會罵你 或者是說 不會說真的 因為他就是 你談判失敗了 然後可能就 有什麼很嚴重的後果或什麼 就是你比較敢去 就是練習 對 你覺得蠻有趣的 上QGPT 可以做蠻多這種練習 我記得我最早在玩的時候 就是幫一個 會計師把他們公司的個案 變成教案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個案 教案內容 直接做對打 你就跟他講說 就是 那你現在就是這名客戶 然後我說開始 就正式開始 然後他就打開始 然後他就開始問 他就開始問問主這樣子 但我覺得 不只是談判技巧 我覺得在很多技巧當中 都可以幫忙 就例如像是人資的培訓 之類 他都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是蠻多用途 對 但前提還是在於 要把資料丟給他 我覺得這蠻重要 反正就是 他 叫他談判這件事情 那就變成好像 談一種 談一種很大範圍 他不是很抓緊 對 我覺得他用途應該還蠻多的 我覺得資料設定好的話 就是蠻多用途 我第一個想到其實就是面試 就是面試都會有一些 測驗 然後考試 那過去可能測驗都是 比如說你要考一個人 你要印證一個客服人員進來公司 那你要嘛自己去模擬 但是其實那個情境又不太一樣 然後或者是說你也很難就是 又很花時間 就是你說你要一個面試官主管 然後你要跟他就是模擬這樣對談 又很花時間 但是比如說如果 他可能線上他來應徵錢 他可能就可以透過 AI的這種方式 可能去 好一次流程測驗 你後面他甚至然後 AI就告訴你這個客服的 有很多玩法 例如 我舉例如假設 今天我要去面試 假設我今天要去這個 那個牙醫通面試 然後我就知道面試者是誰的話 那是不是 然後我知道我面試的詞位 然後我就可以去 或是去Favor 去抓面試者的 PO文資料 背景經歷 抓抓抓抓抓 然後再把那個 再把面試 就是面試詞位資料 抓到ChairGPT 然後跟ChairGPT 講說我要面試 這是我面試官 這是我面試的詞位 你列出10個他有可能問的問題 他就可以寶出來 這樣的內容 Data夠多 我覺得就可以讓他 可以產生更客製化的內容 像我之前 就是為了寫一個 企業的一個 一個內部的一個 算是AI的專刊這樣子 然後我寫人資附門的 那時候我就在玩 我就丟了 以前 以前有人來我們公司面試 我丟了四份履歷給他 那四份履歷給他之後 我請他幫我安排這四個履歷 跟我要的工作職位的優先次序 是哪一些 然後為什麼是這一期 然後這個完了之後 然後我跟他講說 那我四個都要面試 那可不可以客製化的 四個我都想問不同的問題 這樣他都可以做到 所以基本上我用的還是在資料 要夠精準夠準訊 我覺得就能夠做到 因為他只是馬上轉換身份 你只要跟他講 例如談判就是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甲方跟乙方 對不對 不是可能有品方 我品方可能感覺就更high了 甲方跟乙方 簡單一點 甲方跟乙方 你把資料給他 你要讓他扮演乙方 就扮演乙方 你要讓他扮演甲方 就扮演甲方 所以你可以先讓他扮演甲方 對不對 然後我扮演乙方 扮一扮之後再反過來 你再把他剛剛扮演甲方的問題 讓他再扮演乙方一次 再丟給他 看他怎麼回答 這樣子 應該有很多玩法 最近剛好看到一個 就是前兩天在推特上面 然後有人在講就是 有人開發出一個外掛 是面試作弊外掛 就是 他是用在視訊面試 就是我比如說 我跟你說 那個外掛機器人 可以用Whisper 去判斷對方出的考慮 然後 讓GPT幫你回答答案 然後顯示在螢幕上讓你回答 有 對 對 對 就是這兩天就是在推特上面看到有人在討論的 就是 就是 現在遠 遠端面試可能會遇到這狀況 就是 而且因為是瞬間的 就是你過去可能你說 一次去面試覺得很難作弊 因為 你可能要花時間去查資料 面試官就會覺得你怪怪的 沒辦法馬上回答 但是 他現在可以馬上聽語音 然後他回答的速度可能就是頂多等個幾秒 他可能答案就出來了 然後你可能 或者是馬上就幫你把資料調出來 對啊 可是這東西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他的商業用得完不當 但我覺得那些東西應該會很強 因為現在很多人可能都是用線上 在做業務開發 或電話做業務開發好 然後打到過去或是跟客戶線上 但有些比較菜的人他可能 你去客戶的問題比較刁鑽他回答不出來 他路上的一樣邏輯嘛 只是這個語言模型是公司的業務資料 或是公司的這個 業務開發的一些內容 那這個你做到我覺得很屌欸 但因為我覺得他可以輔助 對啊我覺得 因為你面試不常在面試啊 沒有啊 面試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好玩 我覺得開發這個的人應該就是 抱持著比較好玩的心態去弄的 他應該沒有特別是 什麼想要商商商業化 但像剛剛講的就是 就是跟客服 就是他變成是跟客服人員搭配 就是如果你讓AI直接當機器人 可能又當客服 可能有時候不夠人性化 或者是說 可能沒有 就是還是要有人過濾 可能你沒有辦法很放心 讓他完全回答 但如果兩個搭配 比如說客服人員他可能很人性化 他知道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 但是他可能缺乏專業知識 那這個時候 或者是說他可能對公司的東西一些新的 沒有那麼了解 那這個時候客服其實就可以了 補充 快速補充這一塊資料 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我覺得未來應該就會變成是很常見 對 沒錯 對 OK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看到的數據 我覺得這數據也蠻有趣 就是缺GPT的使用量 就是他們說全世界的使用量 就是下降之後 現在是穩定的 因為我覺得下降之後很正常 因為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其實 就是 就吸引到了很多 就是 可能就是 可能看到新聞 有些人看到新聞 就是很有趣 然後進來玩的人 但是他可能 玩一玩之後沒有 覺得有什麼 太大價值 或者是他找不到 用途 他可能就離開了 重了很多 所以可能 上到高峰之後 他會下降一段時間 但最近開始都變穩定 然後甚至 像美國又略為上升 我覺得台灣搞不好 可能也會有 但是可能人口沒那麼多 因為可能像開學 就是像美國就是開學 然後他們就說 數據有稍微提升 但是我覺得 雖然熱潮過了 但是 也沒有特別一直降下去 所以代表說 其實也是有很 一定的人數 已經 找到缺GPT 可能對於自己 不管在工作生活 或者是 讀書上面的一些 應用方法 所以我覺得他的數據 才會穩定 所以我覺得 慢慢已經變成說 他就像是 我們可能用Word 用一些 就是 常用的一些文書工具 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 他可能就變得 越來越穩定 那我自己看到 我覺得比較像是 因為 像之前會下滑 有原因是因為 放暑假 所以他下 所以我自己感受到 那個insight是 學生真的都在用這些東西 因為我自己在企業裡面 分享或講座 或是遇到一些工作的人 我覺得 工作者 因為真的忙碌 老實說他們 對於 把這些東西 運用在工作裡面 我覺得他們還是有 不確定性跟 比較緩慢 但是我覺得 學生不一樣 因為學生就是要 這個 活下去 我之前在福音社演講的時候 我會問那些福音社的前輩 我都還用缺LGBT 通常舉手的人 我都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會用 你知道他們會用缺LGBT嗎 因為他們要EMBA寫論文 他們在讀書 也是學生 他們還在讀書 因為他們讀EMBA 要寫論文 所以我覺得 這就讓我思考到 如果暑假往下滑 然後暑假回來往上 那代表真的可能是 是學生在用 沒有錯 但我看到另一個insight是 好 那這些大三大二大三大四的學生 他在兩三年後 進入到職場當中 那他的長官們 或是我們的下主們 都是會用的人 他的長官們 是不會用的人 這時候怎麼去做一個 已經不是人機協作了 是公司內部怎麼去運作 包含他的法律問題 包含他的工作方式問題 包含他的產出來的 速度內容問題 都會有關係 所以這也是我看到 我覺得比較有趣 就是 我在很多企業都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 很多人會覺得 現在壓制跟我沒關係 我說 那過兩年後 跟你就很關係 你的新的員工都用了壓 如果他違法怎麼辦 對不對 或者是 做做做 對 就或者是公司 有的公司可能 他規定不能用 那 是不是在一開始應徵人的時候 有可能就要特別去列出這件事情 因為有些員工 他的可能 他過去的產出的內容 或是他的工作能力 有越高比例是 因為有AI所以他才那麼強 就是 這不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你善用工具也是好的 但是可能變成是 就像是 我沒有就是 就是設計軟體 我也沒辦法 說我用小畫家 弄出一張 怎麼那麼好看的圖啊 因為就是 工具 就是沒辦法 那 那我就沒辦法 做出他要的圖 就是我用其他工具 可能就 沒有那麼擅長 對 我覺得這 這可能也是一個 就是可能在 爭彩的時候 可能比較特別 去講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 嗯 工作我也有看到 就是 一些同事或什麼 就是真的應用的比例 沒有那麼高 那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就是可能 稍微去體驗的時候 或者是說 他們還沒有找到 方法的時候 因為就像說很難 然後他們發現 嗯 好像 他用出來的 我還要自己再改一遍 然後就是好像 有沒有比較快 那可能就是 呃 就是說啊就算了 我還是自己來好了 還是 還是比較快 好像沒辦法說完全交給他 就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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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在學校工作 30分鐘真的就不用工作 就不用再 再寫作業 但在7月很固定 你在7月 老闆發現 哇 Kavin 你有沒有30分 兩個小時 那我再多給你兩個 多給你三個 對 他想說那我不要了 這樣子 我其實 因為 老實講就是 我以前也讀過研究所 其實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 我有AI 就真的會輕鬆很多 因為我那時候要讀很多 可能就是 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 就是 paper 書 對就是 然後那個時候的翻譯工具 什麼的其實 也沒有那麼好 而且因為像我讀的內容 又不是那種就是 很日常的 英文或什麼的 所以你靠一般的Google翻譯 或什麼其實可能會翻錯 對 但是可能 我現在覺得GPT應該 他就可以知道是 翻得比較準確 就是可以 因為可能同一個單字 或什麼 它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對 所以 所以我能理解 為什麼學生可能 會喜歡用這個東西 因為真的就是 很方便 就是 就是生存 就跟 我讀大學的時候 有Google 不用Google就傻了 對 好 然後 我再來就是 我之前好像講到就是 我覺得你剛剛講到辨識能點那個 對 辨識能點那個 就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我覺得未來應該會有 就是 可能就是很方便的一些 用途啦 就是 因為之前其實我們 有用過 就是有要用過辨識能點這件事情 然後主要做的是 想要裁切 大頭貼 就是 呃 情境是 比如說有些學生 可能我們需要他們的大頭貼照 然後他們給的一些可能 頭像照片 尺寸不一 然後或者是臉的位置 可能 就是不太同一或什麼 需要把它裁成同一的格式 但是 你手動才又很慢 那 比如說 Python就有工具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去的GPT如果 有加入這東西 那可能可以把一整份的壓縮檔丟上去 請他把我把所有圖片都 裁切成可能某個尺寸 然後依照人臉的位置 那一下就做完了 對 就是 像這種東西我覺得就是很 很情境化很方便 好 我們下一個是 前面提到說 就是 呃 有很多新創公司 然後他們做的東西被大公司 就是 欸 自己跳下來做 然後但是也有看到有一些大公司的人 就從大公司離開 然後去創一些AI的公司 然後 就對這個東西有什麼看法 嗯 但 就我知道好像都是Google那些吧 就是 Google那幾個 就是 最早做 AI的那個團隊 好像全部都離開了 是全部 每一個好像都離開了 然後OpenAI蠻多人 最早期的人都離開了 嗯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他們真的不是做新創 AI公司 因為他們的資本額 那都不是新創 那都是 那拿超多錢的 那錢多要炸 大家會不會 就沉溺時間是新創 你看那矽谷101啊 我覺得那個 我不知道就是跟 不知道是不是 中國有關係的節目 但它裡面講蠻多 那個 嗯 就是 矽谷101 有一集就要講這些 各大巨頭的故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我蠻想看這種東西 但我覺得 我覺得小公司現在 要做自己的AI公司 我真的覺得比較難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是怎麼透過AI來加速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 對不對 就是 我覺得跟個人 對啊 就是整個 然後要做軟硬整合 嗯 就是要開發一個 純AI的 然後 可能很有競爭力的東西 其實就是 難度真的很大 那 可能原有 你原有的東西 欸 讓AI去輔助 變得更好用 對啊 或是軟硬整合 就是 其實也跟 我們自己在工作一樣啊 就那個時候其實 卻GPC出來 那 我就想要對設計師有什麼幫助 就是 他不能直接做設計 就是 然後 欸 可是我們就想就是 設計師其實也有很多 非設計的工作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你可能把一些 嗯 思考自己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讓AI去輔助 那公司可能更有效率的情況下 不只是 用AI來提升產品 可能用AI來提升 內部的員工 或剛剛講的客服 那其實也 某種程度也是用AI改變 嗯 讓公司變好 對 剛剛AI做設計 就講到那個 QA GPT推出 就Canva在上面上下的一個插頭 然後一開始 看到很多人在分享 然後那時候我還以為 哇 我以為就是 好像是不是可以用QA GPT做設計 然後就趕快去用 然後就趕快去用 然後發現它 就是 只是一個 幫你找模板的 插點 目前 目前我用過 我就覺得是蠻爛的東西 就變得很爛啊 就是你剛剛說 你可能就是提需求什麼 你要聖誕節什麼 他就從上面找出 五個可能跟你的需求 想要接近的模板 然後你還是要點進去 你還是要重新編輯 我用Canva用蠻久的啊 我自己用我就覺得 那我就自己在Canva上找就好 我幹嘛 對 但我覺得 就是會進化啦 對 但也要看 OpenAI他們的想法 因為 因為大部分在 去的GPT的掛一掛目前 我真的覺得好用的好像 真的沒有多少 嗯 真的好像沒有多少 所以 我覺得應該不是Canva的問題 應該去的GPT的問題 這個 就是可能 可能就像講的一樣 就是 他可能可以把他的資料丟過啦 但是 就是 比如說我在去的GPT 輸入的各種東西 Canva那邊要怎麼 可能比如說聯動 放進去 是不是 可能 可能不行 或者是比較困難 那其實他也沒辦法說 我在去的GPT 就處理完Canva的 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不可能聯動 聯動那可怕了吧 代表 去的GPT可以直接 直接 我是 我是不懂程序員的概念 但 那也可以直接操作填法 那不是 那會出事吧 呵呵 我感覺啦 就看我覺得可能 就看他們有沒有辦法 讓授權的東西 因為 沒有啊 因為你看嘛 他可以搜尋的 他還是可以搜尋 那今天是不是有辦法看到他 搜尋跟操作 我覺得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過 你講的也沒錯 就是 看怎麼做 那我就覺得 哇 AI資安 能夠賺大錢 對 AI資安 是個好意思 對 這東西都是跟資訊安全 很有管理 嗯 CA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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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沒什麼 我沒那麼興趣 CAMBA這個還 對 好吧 最後不是幫他宣傳 我們下禮拜有兩個活動 對對對 就是下禮拜 我們 呃 22號 星期五 也是 晚上10點 然後 我們現唱 就是也會有一場Live Talk 那我們邀請到的是 魯仲漢律師 那魯仲漢律師 魯律師呢 他擅長的就是在 就是著作權這一塊 就是娛樂啊 影視 就跟我們 我覺得可能跟設計 然後是我們可能 不管是Youtube 或是等等這一塊 就是比較常管的 那 然後他很了解就是 應該在著作權這一塊的一些議題 那 我覺得最 嗯 可能就在對大家最有幫助 就是說 那我們可能要怎麼樣去 使用這些 呃 AI工具來 輔助 因為可能有人怕 如果屏AI產出 其實就沒有 著作權的保護 那 可是可能有一些方式 我們可以讓這東西 更有自己的 原創性 但是又可以讓AI 輔助我們提高效率 我覺得這應該會是 呃 比較幫助 那阿鳳有什麼要補充呢 好 我覺得 他們的工資真的很上 在那個娛樂這一塊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因為那天 他們之前就來 來我們的那個活動 就是AI小劇 然後來分享 跟他的所長來分享 然後就聊到著作權 我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我之前也是聽一個 Podcast在講 就是 著作權上也不是一個 很多很多年 也是一個 近百年的事情 實際上它跟很多 另意識有關聯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 只有人類拍的才有 才有 叫什麼 著作權嗎 還是 創作權 人類的思想 或者是去影響 沒有 就是人類做的才會有 但是 像之前之前 我們也有個星星自拍 但是沒有著作權 就星星的主人 也沒有那個權利 就是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覺得蠻荒謬的 對 但是就覺得 欸這東西我覺得就是 很好可以聊 因為法律聽起來好像是 行之有年 或是理所當然 但好像沒有理所當然 我就想要去挑戰 跟聊背後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五晚上 對 下禮拜五晚上 來跟我們 聊一下 AI的法律相關題目 然後禮拜六 我們有AI小劇 我們邀請到 都是 有一個是專業的老師 想要兩個 算是 就是參加我們活動的 素人分享者 然後一起來分享 這個我們的 他們在做AI的工具 不然 Visa老師是非常擅長 用XRGBT 來創作文案 然後他寫的書 幫非常非常多的人 來寫出他們 成為一個專業的作者 跟作家 能夠寫出來這樣子 然後 郁政 剛剛有在現場 他不在 郁政 是我的好朋友 他本身是一位非常 他是一個商務顧問 那他就是用 那個Sable Diffusion 就是創作出滿多東西來 然後就 剛剛有在群組裡面 有PO文 他也會來分享 然後另外一個夥伴是 那個江汪 他是做Me Journey 他本身就是一個創作者 然後Me Journey 已經把做Me Journey做成圖 然後做成藝術品 然後已經賣了 已經可以賣了好幾十萬的藝術品 然後都有人買這樣子 所以請他們來分享 他們怎麼 這個創作的想法 跟使用這些AI工具的心得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來 我們的活動當中來報名 對 真的是藝術 藝術品 就是 我們用Me Journey 可能就拿來做一些圖庫或什麼 但是他那個用法 真的是 就是 AI可以做到 多精緻 對 而且真的是很精緻的東西 對 就真的是滿有趣的 就是大家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 其實都可以來我們 就是 現場 好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這樣 對不對 對對對 好的 那大家就期待我們下禮拜的活動了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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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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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開 我要興趣 感謝你們的收聽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有價值 請你幫忙推薦給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一起成長 如果你有任何建議或想法 非常歡迎你跟我們分享 可以透過 Podcast平台下的留言 告訴我們 再次感謝你們的支持與陪伴 讓我們一起 探索跟分享AI的知識